还有一场大学博览会在今天登场 各学校为了拼招生端出了各式学头 像是国军专院校在会场摆出的战车模拟机 让学生体验开坦克车的刺激感 还有大学喊出四年学杂被全勉的优惠 知名香港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也来台招生 学生当场就能直接面试 为了拼招生 国军专院校搬出入军战车模拟机 果然吸引好处曝光直接上门一点 很多就是很多城然后一直封炸那种 有点有引起你的兴趣吗对国军 有点怕 是还好可以考虑可以考虑 国军端出娱乐性的噱头 其他大学也下某药 像是中央警察大学和不少私立科大 就打出学长被全民优惠 希望吸引更多优秀学生 在统策每一个职类 他到达了一个一定的成绩 那我们就可以四年免学费 没所大学摊位派人向考生仔细解说各科系的教学特色 不少国外大学也跨海来台抢人 像是知名的香港大学 不但寄出三年将近192万台币的奖学金 还现场提供面试 让很多考生都跃跃于世 由于今年繁星推荐的名额大增到七千六百四十九名 门槛也由排名百分之二十 扩大到百分之五十 让更多考生有机会提早入大学 许多大学建议考生得先做好计划 以成绩单的推算积分 并参考去年或前年的对照表 最重要是依自己的兴趣挑选科系 做好准备才能提高入学胜算 就算一轮骑踏不到